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山东青岛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它是青岛的骄傲总督官邸 这个是晚清的时候,德国强租青岛之后 它在这里建的一个总督楼 现在也是一个营兵馆 这个它是一座百年的德国建筑 这也是中国那个时期的一个历史建筑 好,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这里是有一块青岛德国总督楼的旧址一块碑 好,现在我们从这里进去 这个是一座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建筑 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接待室 要到这边 安静,安静,安静 我们来这个大便 这是总督傅傅的卧室 蒋经国先生呢,常年也是在这里居住 这个呢,它是地下历史建筑 大一层的一个酒窖 这个呢,它是青岛的一个地下排水系统 它整个这个德国官邸呢,建设的是十分的豪华 我们刚才在里面可以看到 这里呢,是它南面的一个部分 在1987年呢,德国与清政府签订了租借条约 它这个租借时间呢,是99年 德国人也用了很大的热情去建设这片土地 并修建了自己的德国官邸 我们在里面看到了有一个母营寺 这个母营寺是没有使用 当时的设计师呢,做了一个长久打算 在这里做了一个母营寺 并计划着将来一代一代的德国人 在这里出生成长 这个呢,它是德国官邸正前面 一个休闲的场所现在是 哇,现在呢是风景特别好 在这里呢,看着这个西式建筑 这里现在是一个喝啥休息的地方 这里呢,有一个被保护起来的 它就是当时建造德国官邸一个大梁 它这里所用的一些材料呢 包括木材,钢铁,一些土料 它都是由德国运来 它的设计师呢,也是德国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设计师 它这个德国官邸外部的时候呢 它是就地取材,是采用劳山的花岗烟 它整个建筑是非常非常奢华 它当时预算呢,它是五六十万金马克 但在后来呢,是远远超出了它的预算 对此呢,德国的国会呢,也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呢,就建筑而言呢,这树建筑是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建筑到现在呢,有一百多年 现在呢,也是非常完好 它的内部和外部 它这个总督官邸呢,是骄傲总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呢,一共是分为四层 一层呢,是它的办公大厅 二层呢,是它居住的地方 三层呢,是客人居住的地方 而班迪亚斯呢,就是它的佣人生活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从玄址到建筑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彩礼 在之前的几任总督呢,好像是住在清朝的总民衙兵里面 它是当时德国在清朝的第三人教总督科鲁伯所建造的 在这个总督官邸里面呢,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就是当时德国与清政府签订的租借条约 它这文件在最后面呢,还有清朝重臣李鸿章和翁童和的签字 当时呢,签字费诸教铁月,清政府呢也是破数无难 德国呢,签完之后也是将这里做了一个长远的打算 他不只修建总督官邸,还在清朝的很多地方都修建了各式的建筑 德国人呢,在清朝大量的好资好财,进行了建设 当然,它不是为中国人建设,它也仍是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方 但是呢,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1914年,德国与日本交兵并且战败 他在这里仅仅统治了17年,便离开了 并从此之后,这个建奥总督官邸呢,并且就作为了日本的守备军司令官官邸 再到后来呢,日本离开清朝,这里呢就作为了我们一个国兵馆 这里呢,也接待了很多的外国元首 我国近代史呢,很多名人呢,也都是在这里居住过 其中呢,毛主席,林彪元山,还有蒋经国先生,等等等等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居住过 它这种建筑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入户门呢,是面向西面 这个呢,是与我们传统大型建筑的建筑理念是不相符的 但是这也是当时德国一个建筑师的一个心思缜密 因为面向西方,德国呢,就是在西方 在它的最上面呢,还有一个龙头 到今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是做成了一个免费开上的景区 给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百年的历史 它整体建筑呢,非常漂亮,具有了西方的风格 同时呢,也是更加清沛当时的设计师 这个历经百年的建筑呢,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完好 我们在欣赏这栋美丽的建筑的同时呢,还要去了解 当时百年前的中国,与当时列国的一些关系 这个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建筑 好,那现在呢,我们青岛的德国总督官邸 就先看到这里,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谢谢